家人们,狗生已经进入到这是我的家请你离开的阶段了,早上又是把我给薅醒了,这世上总有人在茂茂路撸熏宝藏,即使换个房间他也会更过来,你好像那个灰太郎,我一定会回来的,请问这位维修工师傅沙发底下修好了吗?修好了也不至于把自己蹬走吧。 现在出门的时候狗生也不会眼巴巴的看着你了,直接抱着你的脚,带我走。 哇哦,这是谁家的现好可爱,怎么就睡着了? 肩太热,咱们给一家蜘蛛买的裙子也到了,这个波点裙是不是很漂亮呢? 加上夏天的风吹过,午夜的天罡,诞生的夏天,唯美,漂亮,优雅永不过时。 诶,怎么刚夸你这姿势呢? 淑女淑女,懂吗? 狗生内心,结给你面子,你就结小辫子,看我不打你。 听话的时候感觉狗生眼里有光,他妈都不听话的时候,我告诉你,你这就是散光,扫过来这套,停。 今天你敢骑在我的脖子上,明天你就敢,呃,今天就已经睡我床上。 这不给狗生买个六猫神吗?他可以说是非常讨厌了。 发现一个问题,狗生这小子特别讨厌穿裙子。 行了,自己的祖宗自己宠着吧,又是美好一天,拜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